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该睡觉了,小家伙们 晚上,乔治喜欢听他的太空音乐 怎么又是和太空有关啊? 哎呀,真是太无聊了 太空可一点都不无聊,到处都是星星 可是我什么都看不到呀,天上太黑了 如果我们到外面去,就很容易看到了 那我们现在能出去看吗? 佩琪,你现在还穿着睡衣呢 或许你可以在睡衣外面再穿上一件外套 这样我们就能带你们出去看星星 太好了 爸爸,你为什么要躺在地上呢? 这是看星星的最好方式 看看那些小星星 想象一下把它们连起来 那个叫做北斗星 哦 是的,最后的那两颗星星 它们指向北极星 哇 北极星啊,北极星 你是远啊,还是迹 开车能找到你吗 到不了的佩琪 星星离我们很远很远 它们比大海离我们还远吗? 哦,是的 但是用望远镜看的话 就会近很多 那爸爸,我们有望远镜吗? 没有,但是猪爷爷有一台非常好的望远镜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就去爷爷家? 谢谢 佩琪在玩他的弹力球 乔治和他的朋友大象埃德蒙在玩太空玩具 月球,月球 乔治把佩琪的弹力球当成了月球 我现在还在玩这个球呢 埃德蒙的太空玩具掉在了佩琪的头上 这个看上去很好玩 你们要去月球上吗? 这种无聊的太空玩具只是给小孩子们玩的 它们倒不是真的 但是太空真的存在佩琪 而且也的确有火箭飞到月球上去 博物馆现在有一个关于月球的展览 想不想去看看呢? 行! 好,那我们是真的要去月球吗? 不是的,佩琪 我们不是真的要去月球 我们是要去博物馆 好的 这里就是博物馆了 你们大家好啊 你们是来看月球展览的吗? 是的,兔小姐 请给我们五张票 请拿好 好好享受你们的月球之旅 哦,我们是真的要去月球上吗? 不是的,佩琪,这只不过是模拟的 来,这边走,开始我们的月球之旅 兔先生是这里的导游 准备,起飞 这个是模拟的,对不对? 没错,佩琪,这只是模拟的而已 五,四,三,二,一,发射 我们住在行星上 大家知道这个行星叫什么吗? 叫地球 你答对了 关于太空的事情,我可算是个专家了 我们的太阳旁边还有七个其他的行星 大家知道这些行星叫什么吗? 叫水星 哦,说得好啊,埃德蒙 金星,火星,木星,土星,海王星,天王星 埃德蒙知道所有关于太空的知识 我是一头聪明的大象 美味食物的厨师 好吧,等他们吃完了美味的晚餐 每个人都睡着了 故事结束了 然后他们又醒过来了 一个巫师过来了 一个巫师? 是的,一个巫师 他会表演很多神奇的魔术 啊,然后呢? 然后又过来了一条可怕的龙 猪奶奶猪爸爸和猪妈妈仍然在等着吃晚餐 猪爷爷的睡前故事好像也不太管用 我可是很擅长讲睡前故事的 我可以马上就让他们睡着 一条可怕的龙 佩奇,乔治,回去睡觉 可是现在爷爷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呢,爸爸 我来把故事讲完 我马上就会下去的 好吧,故事里有男孩 一颗斗鸡,一座城堡 一位美丽的公主 一位勇敢的骑士 还有厨师,巫师和可怕的龙 还有一个非常饿的国王 所以他们饱餐了一顿 然后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故事结束了 然后他们开了一个派对 哦 他们所有的朋友都来了 好吧,看来得我出场了 猪爸爸 他们马上就要睡觉了 那谢谢你 剩下的我来吧 你要把故事讲完才行,妈妈 好的,快上床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很久以前 在古代的时候 故事是在很久以前 猪妈妈已经在上面待了很久了 我好像听见大呼声了 真是太好了 佩奇和乔治终于睡着了 故事的最后 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故事 再见,苏西 我一会儿再来 快进来,苏西 我一会儿再来接你,苏西 乔治 李查德 苏西护士来了 苏西护士说 这里可不是恐龙乐园 而是一个医院 是医院的话 就必须要保持干净和整洁 这个卧室不再是恐龙乐园了 而是变成了一个医院 我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 这只恐龙看上去好像生病了 我同意,医生 恐龙身上的绿色很像生病的颜色 它必须要上床休息 还有这只恐龙 它的紫色看上去也像是生病的颜色 没错,医生 它也必须要上床去休息 恐龙 不要吵 在医院里要保持安静哦 火车 现在卧室不再是医院了 又变成了火车站 不可以这样 仙境里面是没有什么火车的 知不知道 哦,现在的卧室 是仙境了 只有漂亮的东西才能够 出现在仙境里 你们两个怎么突然空了呢 乔治和理查德 他们想玩恐龙和火车的游戏 但是佩奇和我 却想玩医院和仙境的游戏 嗯,我看到外面的雨已经不下了 所以呢 所以,或许你们就可以出去玩了 但是他们喜欢玩小男孩的游戏 而我们喜欢女孩玩的游戏,爸爸 但是在下过雨的花园里面 你们觉得会找到些什么呢 泥土 泥坑 那泥坑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在里面跳来跳去 大家都喜欢在鱼坑里跳来跳去 不管他们是大姑娘 还是小男孩 想玩我的海盗游戏的孩子们 请说 啊 啊 这会是个危险的游戏吗 不会的,佩德罗 狗爷爷已经向我保证过了 这会是个非常安全的游戏 哦 肯定会很激动人心哦 有谁想来玩 哦 这是我们的作战计划 很久之前 我有一桶金子 那是我的正当所得 但是我的金子被霍哥船长 无耻地偷走了 什么 海盗说的话让人有点难以理解 霍哥船长抢走了我的宝藏 哦 而且霍哥船长他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海盗 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经认识他了 他就是我们的猪爷爷 哦 是猪爷爷啊 我们首先要找到霍哥船长的藏身之处 把我的宝藏抢回来 但是不能被他发现 太棒了 每个人都很兴奋地想要玩这个海盗游戏 你好 猪爷爷 我们要出发了 非常好 非常好 猪爷爷和鹦鹉玻璃守护着海盗宝藏 让我们看看谁可以第一个跑到船上去 这是什么意思啊 跑到船上去吧 有 耶 站好了 把你们的救生衣穿上 在狗爷爷的船上 所有的孩子都得穿上救生衣 那个狡猾的大胡子狗应该快到了吧 你可以先喝杯热茶猪爷爷 哦 谢谢你猪奶奶 终于要出发了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大胡子狗先生 我想去一下厕所 可以吗 我也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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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久还没到 沙拉拉玛酷奇 沙拉拉玛酷奇 这不是我刚才说的暗号 暗号需要一直更换 这样才能保持神秘啊 哦 那我们进了秘密俱乐部了吗 你们进来了 那我们要做点什么呢 我们秘密地做一些秘密的事情 还要秘密地执行一些秘密的任务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可不可以教我们怎么执行秘密任务 没错 教我们吧 呃 佩奇可以教你们 但是戴着面具的人 可是你呀 苏西 好的 那么我的秘密任务 就是去拿一些饼干 大家看好了 小杨苏西尽量不让别人看到她 妈妈 我可以拿点饼干 给我的朋友们吃吗 当然可以 你都拿去吧 谢谢你 妈妈 小杨苏西回来了 而且还带了饼干 太棒了 噓 太棒了 你有没有被别人看到呢 没有 只有一个大人吧 大家注意 你们想不想喝点果汁配饼干呢 你说什么饼干啊 你刚才拿给朋友们吃的饼干呢 哦 苏西 怎么回事啊 我们进了一个秘密俱乐部 执行秘密任务 可苏西把我们的秘密说出去了 哦 我能进你们的秘密俱乐部吗 拜托了 我一直很想加入这种秘密俱乐部 想要加入的话 可不容易哦 你一定要说出那个暗号 才能够加入 暗号是什么 皮肯尼嘟怒嘟 皮肯尼嘟怒嘟 你说对了 你现在加入了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小心 猪爸爸来了 你去和我爸爸说话 但是关于我们的秘密俱乐部 什么都不要提哦 你们也不要玩得太晚了 晚安 妈妈 佩奇和她的朋友们把睡袋打开 苏仪的双胞胎妹妹们 祖祖和莎莎 也想和她们一起过夜 过夜派对只能让大姑娘们参加 知道吗 她们这么小还很可爱 她们能留下来吗 那好吧 但是你们一定要保证 你们不能睡着哦 我们保证 一架钢琴 我正在学钢琴呢 听着哦 衣衣衫 衣衫 亮晶晶 我能来试试吗 我也要 衣衫 衣衫 亮晶晶 满街都是小晶晶 小声点 你们要安静一些 不然斑马爸爸没法休息了 现在你们快点睡觉吧 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 一起过夜的时候 总是要来一个午夜大餐才行 那什么是午夜大餐 就是吃东西 但是要滔滔地吃 哦 我知道吃得在哪儿 但是我们一定要非常安静 嘘 苏西 嘘 佩琪 安静一点 斑马妈妈被吵醒了 我们的午夜大餐 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会吵醒斑马爸爸的 有谁可以来为大家 讲一个有趣的睡前故事呢 我 还有我 由我开始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小仙女 接着轮到你了 佩琪 她住在森林里面 她长得非常漂亮 我呀 还有一根魔法棒呢 我也有一个魔法棒 我可以把你变成青蛙 我也可以把你变成青蛙 口楼 哦 糟糕啊 乔治被自己的样子吓坏了 哦 我可爱的乔治 乔 镜子里的那个就是你 孩子们 该决定谁是化妆舞会上打扮的最好的人了 我们需要裁判 这是佩琪的派对 就让她来做裁判吧 我是裁判 我是裁判 爸爸 什么是裁判 裁判就是决定谁打扮的最好的人 哦 这样啊 佩琪将会选出谁打扮的最好 苏西 能让我仔细看看你的装扮吗 我是苏西护士 我能减轻人们的病痛 非常好 苏西护士 换你了 丹尼 我是个海盗 你觉得怕了吧 现在轮到坎迪了 我是巫婆 我可以把你变成青蛙 哦 我是仙女公主 我也可以把你变成青蛙 孩子们 孩子们 对不起 妈妈 下一个是谁 我是小丑 非常好笑 还有瑞贝卡 我是胡萝卜 很不错 看来我的弟弟乔治打扮成了一只恐龙 每个人的装扮都非常棒 好嘞 现在你来公布谁胜出了 没问题 胜出的人是 我 哦 佩琪 你不可以选自己的 你可是裁判 哦 不能吗 你必须得另选一个人了 哦 好吧 那么胡萝卜赢了 好嘞 你们就需要一顶侦探帽 侦探们都是戴帽子行动的 现在你们俩就想真正的侦探了 现在我们还需要那个看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大的好玩东西 你是说放大镜吗 我记得我们厨房抽屉里有 在这儿呢 一个真正的放大镜 哇 这要怎么用呢 通过它来看东西 东西都会变大 放大镜把小小的东西都放大了 我能试试吗 哇 放大镜让乔治的眼睛显得特别的大 现在轮到侦探出场了 有神秘事件要你们解决 爸爸 什么是神秘事件啊 神秘事件就是那些侦探们最擅长处理的事情了 比如找到丢失的东西 我知道 我们可以找到乔治的玩具恐龙 那个玩具总是会被乔治弄丢 恐龙 恐龙先生没有被弄丢 那你的眼镜丢了吗 爸爸 你总是找不到你的眼镜 今天没有 眼镜我现在正戴着呢 可这样不公平 没有神秘事件需要我们解决 要我给你们制造一个神秘事件吗 好的 太棒了 猪爸爸要制造一个神秘事件 现在看看桌上有什么 桌上有小鱼 太迪 盒子里的小丑 还有恐龙先生 说得没错 你们要看清楚 把桌上的东西都记下来 桌上有小鱼 太迪 盒子里的小丑 和恐龙先生 你们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非常好 麻烦 你们先去门外等一会儿吧 我好了会叫你们进来的 听脚步声 爸爸好像跑到楼上去了 我们现在能去楼上玩吗 可以 我们来玩打扮的游戏 我刚才是在问李奥呢 哦 哇哦 李奥说他喜欢玩打扮的游戏 很好 来吧 李奥 佩奇和苏西开始玩打扮游戏 佩奇要扮成仙女 我准许你许一个愿望 我的愿望是我要做苏西女王 那么狮子李奥就来做小丑吧 李奥他不想做一个小丑 他想要做一个国王 猪爸爸进来了 猪妈妈告诉我 有个很特别的朋友来找你玩 就是我的朋友苏西而已啊 爸爸 你确定吗 不是还有另外一个人吗 是还有另外一个人 是国王狮子李奥 哇哦 很荣幸能见到您李奥国王 猪爸爸假装他可以看到狮子李奥 您身上的金色长棕毛可真是威武啊 没错 确实非常威武 而且他还穿着他最好的裤子 哦 是啊 还有他的蓝色针织衫 糊涂的佩奇 李奥并没有穿蓝色的针织衫 他穿的可是他最好的绿色衬衫 好吧 我看这颜色有点绿中带蓝 佩奇 苏西 你们的朋友来了 佩奇的朋友们来了 他们都穿上了靴子 我们去泥坑里跳着玩吧 好的 你确定李奥不穿靴子就可以在泥坑里跳吗 哦 我忘了 李奥也要穿上他的靴子 看看李奥 他也在跳来跳去呢 大家都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甚至是假想的朋友 那扔这个盒子怎么样啊 不行 我的帽子可不能扔 哦 天呐 我们无法决定要把什么东西扔掉 我知道 我让佩奇和乔治来决定 好的 我们把这个旧的箱子给扔掉 哦 这个可不行 这个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盒子 这可是一个唱片机 哇 还有这个是我们最喜欢的唱片 我们能听一下吗 可以 哦 我们好多年都没听过了 哈哈 这个让我找到了年轻时候的感觉 哈哈哈哈 来吧 佩奇和乔治来跳舞吧 哈哈哈哈哈哈 猪妈妈来接佩奇和乔治回家了 有人在吗 你们在哪里啊 猪妈妈没有看到任何人 这是什么声音啊 妈妈 你们好啊 我们在听爷爷奶奶最喜欢的唱片 一起跳舞呢 是的 猪爷爷猪奶奶过去总是放这个 哦 这里还有一张唱片 是我小时候一直会听的 是什么呀 它叫做鸟儿鸟儿汪汪 哦 别再放鸟儿鸟儿汪汪了 你总是喜欢放那张唱片 我还以为我们把那张唱片扔了呢 嗯 还以为我们把那张唱片扔了呢 哦天哪 佩奇和小羊苏西跑在最后 佩奇加油 加油 加油 小兔瑞贝卡赢了 佩奇和苏西最后到达 赛跑第一名是小兔瑞贝卡 好 太好了 谢谢你 苏西 要不是你和我讲话 我就能赢了 听着佩奇 赢得比赛并不重要 参与比赛才重要 是的 爸爸 下一个比赛项目是跳远 乔治和理查德比谁能跳得远 乔治 记住 只有跑得越快 最后你才能跳得越远 乔治 准备 预备 开始 乔治 乔治尽了他最大的努力 现在轮到小兔理查德了 如果理查德不住跑 他就不会跳很远 小兔理查德准备 预备 开始 小兔理查德跳得比乔治远 获胜的是小兔理查德 小兔理查德 乔治 要记住 赢得比赛并不重要 参与比赛才重要 下一个比赛项目是接力赛 小朋友都要和爸爸或妈妈一起来比赛 佩奇 选我 选我 可是爸爸 你不擅长赛跑啊 我小的时候跑步很快呀 和你现在有个大肚子 但我还是能摸到脚趾头 差一点 好吧 爸爸 可是你一定要跑得非常非常快呀 爸爸妈妈们先跑 然后把接力棒 但我能画老虎 好的 就帮我画老虎 好了 佩奇 现在你是老虎了 我是老虎 乔治 你想画成什么呢 恐龙 恐龙啊 不如画老虎怎么样 我画老虎很在行 我是老虎 我也是 老虎不会发出这个声音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老虎是一只大猫 而我就是只猫 坎迪 你可以教我们怎么做一只老虎吗 好的 老虎走路走得非常非常慢 然后会跳起来 老虎喜欢把他们自己舔干净 那有的时候老虎高兴了 他们会这样 还这么好啊 我的天哪 你们都变成老虎了 我还在教他们怎么做一只老虎 那接下来你们想做什么呢 恐龙 说得没错 我们要帮乔治找到恐龙气球 你们每一个都有气球 好棒 你好 羚羊夫人 请给我几个气球好吗 当然可以 我们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气球 能不能给我一个大象气球 好的 给你配齐 我要一个袋鼠气球 我要一个狮子 我要一个鹦鹦 一个鹦鹦 谢谢你 好的 这些我都有 还有最重要的是 我们还要给乔治一个恐龙气球 哦 天哪 真的很抱歉 我这里好像没有恐龙气球 哦 要飞得再高点吗 是的 高点 高点 再高点 热气球现在飞得比刚才更高了 哦 天空到哪里去了 别担心 佩奇 我们正在飞过云层而已 哦 哇 天空又出现了 太棒了 太帝 你看 我们飞得真的好高啊 佩奇 小心你别掉下 太帝 我的太帝掉下去了 别担心 佩奇 我们这就去救太帝 大家都抓紧了 我们要下去了 兔小姐要把气球降下去了 这样就可以救到太帝了 我哪里都没有看到太帝 它在那里呢 太帝它在一棵树上 我可以用这个毛把太帝给救上来 慢慢的 慢慢的 好了 猪爸爸把太帝救上来吧 太帝 太好了 哦 糟糕 没人再注意前进的方向 小心啊 前方有一棵树 抓紧了 天使 太帝卡在树上 现在轮到我们了 猪爸爸 你知道我们在哪儿吗 我们迷路了 是不是 是的 哦 大家看那里 那里不是爷爷和奶奶的房子吗 是的 我们要想办法去猪爷爷的花园里 我也这么想 你们好啊 猪爷爷 还有猪奶奶 哦 我的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兔小姐 到了晚上 沛琪和朋友们一起坐在篝火旁 孩子们 我们一起来唱首歌怎么样 好的 我们来唱乒乓歌吧 哦 这首歌我不太熟悉 拜托了 林杨夫人 还有一首乒乓歌吧 那好吧 好了 孩子们 现在该睡觉了 晚安啦 孩子们 晚安 林杨夫人 佩琪和松西睡在他们的睡袋里 我有一个手电筒 我也有一个 注意了 孩子们 时间不早了 大家快睡觉吧 这是什么奇怪的声音啊 我不知道啊 这声音又出现了 苏西 你要去哪里呀 林杨夫人 我有一点害怕 哦 那你想进来吗 我想进去 林杨夫人 不好意思 我也觉得有一点害怕 那么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可以了 我现在觉得害怕 是不是有点晚了 我也觉得害怕 是不是有点晚了 还有我 你们大家都进来吧 我们可以一起来唱乒乓歌吗 没问题 谁都可以帮帮帮的敲 如果想演奏音乐 你就要听听旁边的声音 然后再保持同一节奏 可是林杨夫人 我没办法一边听 一边演奏乐器 你会拍手吗 会啊 如果你会拍手 就能发出音乐声 所有女孩 跟着我来坐 男孩们 一起来 林杨夫人 把拍手声变成了音乐 然后停 现在我们就来学习 怎么把乐器声 交汇在一起 家长们来接孩子回家了 你们来得正好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 沙沙哥哥邦邦管弦乐队 太棒了 孩子们 现在 预备 开始 太棒了 我以前的学生们 你们要不要 也一起来试试呢 去拿你们的乐器吧 孩子们 好的 林杨夫人 林杨夫人 以前也曾教过孩子们的爸爸妈妈 打鼓 打鼓很难呢 爸爸 你要像我这样打鼓才行 那我来试试 我有没有学会吧 爸爸 你居然学会打鼓了 我现在可是很擅长打鼓了 很不错的沙沙哥哥邦邦邦协奏曲 现在来演奏吧 我的爸爸可以沙沙哥哥还有邦邦 猪爸爸穿上了他的跳泥坑专用运动服 真是糟糕 我找不到我的金靴子了 我把靴子送给了猪爷爷让他在花园里穿 我的那双幸运金靴子居然变成了原意用的靴子了 你还有别的靴子啊 可它们是不一样的呀 你好啊 猪爷爷 还记得我给你的那双旧靴子吗 是的 猪爸爸有急用想要回来 你有没有好好保管它们呢 我有时候还给它们浇水呢 猪爷爷在猪爸爸的幸运金靴里种上了番茄 我们需要他去参加今天的跳泥坑比赛 没问题 我们就在那儿见面吧 所有的人都来看猪爸爸的跳泥坑比赛了 请欢迎你们的朋友我 鼓豆先生吧 好耶 祝你好运猪爸爸 可是你的幸运靴子在哪里呢 它们在这儿 谢谢你猪爷爷 我闻到了一股番茄味 好 现在有请猪爸爸来跳泥坑吧 猪爸爸正在思考 各就位 预备 跳 我一定要和这个泥坑融为一体 我一定要成为泥坑 哇 那个泥坑居然不见了 所有的泥浆都跑到我们的身上来了 猪爸爸已经和泥坑融为了一体 大家都已经和泥坑融为一体了 这是新的世界纪录 太棒了 我的爸爸是冠军 这一位是谁啊 我是小猪佩奇 知道吗 总有一天我也会成为跳泥坑 艾德蒙得到了一块奖牌 你快点 理查德 你现在只要把纸拆开就行了 理查德得到了一块奖牌 乔治也得到了一块奖牌 快把包裹传出去 哦 糟糕 乔治不肯把包裹传给别人 不行 乔治 这块奖牌是莎莎的才对 是一只大大的玩具熊 最后艾德蒙赢了 妈妈 几股传花的游戏也玩好了 哦 好吧 现在我们吃东西吧 太好了 哦 所有椅子都被小帮手们占了 你们别忘了这是艾德蒙的派对 小帮手要等小孩子们吃完了才能吃 哦 好的 我们是小帮手 果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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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冻谢谢 果冻 果冻 再来一杯 生日快乐 艾德蒙 生日快乐 艾德蒙 生日派对结束了 谢谢你们了 小帮手们 你们工作的都非常努力 是的 照看小孩子们真是太不容易了 我需要躺下休息一会儿 我想我需要放个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实在太神奇了 给你的大熊猫 你想不想要一只小点的大熊猫 不 我有这只就够了 哼 妈妈 你看 好大的熊猫啊 我觉得有点太大了 才不会呢 乔治和爸爸正在旋转滑梯那排队 嗯 这有点高啊 乔治 你确定要玩这个吗 一块钱 谢谢 一块钱 都是用来做善事的 哈哈哈哈 哦 天哪 对乔治来说太高了 别担心 乔治 我会陪着你的 请付一块钱 谢谢 哦 乔治再也不怕高了 哦 这有点高啊 对不对 我还是揍楼梯吧 楼梯上挤满了小朋友 这里就能下去啊 乔治的爸爸 哦 好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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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吧 快来吧 只要射中目标 就能赢得一个大熊猫哦 妈妈 这个你也做得到 佩奇 我们已经有一只大熊猫了 不用担心 你不会赢的 女生不擅长这个 抱歉 你说什么 这游戏需要技巧 需要多少钱才能玩 一块钱 猪妈妈获胜了 哦 不可思议 你的大熊猫 给 海爷 妈妈 我也想要那个大熊猫 那个也太大了 才不会呢 猪爸爸和乔治正坐在摩天轮上 好 抓紧了 哦 这真是太高了 我宣布这个运动中心 开业 非常的不错 我们必须都运动起来 而且每天都要吃水果和蔬菜 我们该吃哪些呢 土豆先生 苹果 橙子 胡萝卜 番茄 还有土豆 哦 你为什么不像那些正常的土豆那样小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土豆 你看 它还有腿呢 正常的土豆是不会有腿的 它是一个超级土豆 我们每天早上都看你的节目 非常好 记得把你们的画都寄给我 我们会的 佩奇和她的朋友们在幼儿园 孩子们 今天我们要来为土豆先生画一张画 好高 我画了一个菠萝 我画了一根胡萝卜 画得很好 你画的是什么 艾米丽 一颗豆子 真不错 那佩德罗呢 我画的是超级土豆 哦 我知道了 乔治画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番茄 佩奇 你画的是什么蔬菜呢 我画的是爸爸看电视的样子 哦 真不错 现在我们把所有的画放到信封里 然后把它寄给土豆先生 现在是早上 正好是土豆先生的节目时间 请欢迎你们大家的朋友我 土豆先生吧 我们把自己画的画放在了信封里 寄给了土豆先生 收到佩奇的信了吗 爸爸 他听不到你说话的 他现在在电视里呢 哦 是的 当然了 我收到了一封信 我收到了一封信 里面放了很多画 这个番茄看上去非常好吃 那是乔治画的番茄 我是来这里拿你们准备易卖的东西的 放在这儿了 谢谢你了 这把旧椅子你需要吗 哦 你们实在太慷慨了 再见 再见 妈妈 你怎么把爸爸的椅子送出去了呀 嘘 别告诉她 她不会注意到的 嘿嘿 义卖活动的日子到了 你好 你好 兔小姐 佩奇 这把椅子怎么样 感觉有点破旧 但是你可以把它拆了用来烧火 可是这把椅子是古董 是吗 我爸爸说这个古董很值钱的 我都不知道 那我要提高价格了 再见 嗨 大家好 你好 佩奇 你带了什么呀 苏西 我带了我的护士制服 我带了我的鹦鹉七桥 我带了我的玩具猴子 哦 哦 哦 我会怀念我的小丑盒子的 我可以买这个小丑盒子吗 我想买我的护士制服可以吗 我想买我的鹦鹉七桥 妈妈 妈妈 你看 我们都买了什么 买了你们的旧玩具 我们想念它们 看我买到了什么 是一把古董椅子 哦 猪爸爸 那并不是古董椅子 它是的 兔小姐刚才说的 和我那个旧的是一对 是的 爸爸 那是因为 呻 佩奇 它其实就是你的那把旧椅子 什么 但是兔小姐刚才收了我好多钱 才卖给我的 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刚才已经筹到了足够多的钱 我们能换一个新的屋顶了 太好了 太感谢你了 太感谢你了 猪爸爸 这是我应该做的 乔治已经很使劲地在吹了 他都快没气了 乔治 你吹得还不够使劲哦 我知道怎样让乔治可以吹泡泡 先把棍子在里面蘸一蘸 拿起来 四周挥一挥 泡泡 跑起来泡泡会更多的 找到我 小只吹泡泡吹得好开心 佩奇戳泡泡戳得也很开心 我好喜欢泡泡 哦 糟糕 泡泡器里面都空了 爸爸 妈妈 泡泡器吹不出泡泡了 别担心佩奇 我有办法 猪妈妈 请帮我拿一个水桶 没问题 猪爸爸 佩奇 去拿洗洁精 没问题 爸爸 乔治 把我的旧网球拍拿来 水桶 洗洁精 旧网球拍 猪爸爸他要做什么 首先 我需要一些水 加洗洁精 然后把旧网球拍给我 谢谢 现在仔细看好了 猪爸爸自己做了一个泡泡器 大家一起来 小心啊 猪爸爸 别滑倒了 我会小心的 我的朋友们来了 好嘞 这些是佩奇的朋友 小猫坎迪 小羊苏西 小狗丹尼 小兔瑞贝卡和小马佩德罗 你们大家好啊 生快乐 佩奇 来吧 孩子们 派对要开始了 好嘞 猪爸爸准备要表演魔术了 佩奇 记住你要说到 好 女士们 先生们 现在有请传说中的神秘人 好的 爸爸 女士们 先生们 有请神秘的爸爸 好嘞 我的第一个魔术是 变变 变变变 哇哦 是泰迪 我的下一个魔术 我需要一位观众帮个忙 我 我只需要一位 小女孩 你是第一个举手的 告诉观众你的名字吧 我叫小杨苏西 好的 苏西 这里有三个球 一个红色的 一个蓝色的 和一个黄色的 好的 当我转过身去的时候 你要悄悄地在这儿选一个球 好的 你选好了吗 是的 变变变变变 你选择了黄球 不是 变变变变变 蓝球 不是 变变变变变 红球 是的 是红球 好嘞 糊涂的神秘爸爸 你把三种颜色都说了 小声点配齐 别让别人知道 还想再看一个魔术吗 试试想看 哦 闭上眼睛 不准偷看哦 今天是才艺日 我的才艺是跳绳 唱歌 还有跳舞 我昨天晚上都已经练习过了 我昨天晚上练习过 怎么才能看好电视 那可不算是才艺 林阳夫人不是说过的吗 那我能做什么呢 谁愿意第一个来给我们表演才艺呢 小狗丹尼 我可以表演打鼓 我还可以敲得更响 不用了 这样很好了丹尼 轮到佩德罗了 你要表演什么才艺啊 我要表演魔术 这里是满满一杯子的水 这是真的 而且是透明的 现在我要让杯子里的水全部消失 请你们都把眼睛闭上 现在睁开眼睛 杯子里的水没有了 谢谢 轮到艾米丽了 我要给大家表演树敌 你的才艺是什么 瑞贝卡 我可以用鼻子发出特别的声音 只有我踮起脚尖 才能发出刚才的声音 她的才艺好厉害啊 没错 那我该表演什么 坎迪 你的才艺是什么 跳绳 我也准备要表演跳绳的 不过我还可以表演跳舞和唱歌呢 我的才艺是唱歌 一闪一闪亮晶晶 没关系 我还可以表演跳舞 嗨 大家好啊 你好啊 佩琪 佩琪的朋友们也都去海边玩 下一站 海边 太棒了 公牛先生和他的朋友在往路上撒沙石 防止车子打滑 你好 公牛先生 你好 兔小姐 我们忙活了一个晚上 现在去海边的路都已经畅通无阻了 太好了 我们正要去海边呢 你想不想一起来 不用了 谢谢你 兔小姐 还有很多路等着我们去撒沙石呢 再见 公牛先生 再见 祝你们大家在海边玩得愉快 我们到了 这就是海边 整个海滩被白雪覆盖了 海水看起来很冷 我还盼着可以下去游泳呢 还是可以游泳的 海水还没有结成冰呢 来吧 姑娘们 你们还在等什么呢 我不能游泳 因为我的脚踝扭到了 我好像突然有点咳嗽了 那么猪妈妈来吧 海水很舒服的 你真的确定它很舒服吗 那当然了 今天的海水实在是棒极了 那么好吧 猪妈妈要去游泳了 海水冷不冷 妈妈 是有那么一点冷 刚下水的时候确实会感到非常冷 你要不停地动 动一动就暖和了 好吧 那我就动一动 猪妈妈马上从水里跑上了岸 我们帮你擦干吧 佩奇 乔治 还有猪爸爸 用毛巾帮猪妈妈擦身体 好防它暖和起来 哦 舒服多了 你想不想去游泳猪爸爸 今天就算 我都忘了 原来过个生日还是挺麻烦的 猪爸爸 佩奇和乔治在装饰客厅 这个真好玩啊 猪爷爷和猪奶奶也来为猪妈妈庆祝生日 生日快乐 猪妈妈 你为什么不到屋子里去 我还不能进去 猪爸爸 佩奇和乔治 在秘密地为我生日做准备呢 你真贴心 一会儿见 再见 妈妈 你现在想不想进来呀 我很想进来 闭上眼睛 眼睛要一直闭着哦 妈妈 一 二 三 睁开眼睛吧 生日快乐 猪妈妈 这可真是一个惊喜呀 快点吹蜡烛吧 然后许个愿 妈妈 妈妈你打开你的礼物 你能猜出来是什么吗 我猜不出来 你打开看看吧 原来是一条漂亮的裙子 哇 你好漂亮啊 妈妈 现在穿着漂亮的衣服一起出去吧 这是什么 两张戏剧演出的票 今晚的 谢谢你 猪妈妈最喜欢去戏院了 猪奶奶还有我会帮你们在这里照顾好小家伙们 真是个美好的生日 我想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了 也是最漂亮的妈妈 没错 要准备爸爸的生日惊喜 哼 乔治 记住了 这是一个秘密 佩奇和乔治 佩奇和乔治拎着两桶水 猪妈妈拿着气球 真想知道猪爸爸的生日惊喜是什么 爸爸回来了 快点 回到屋子里去 猪爸爸已经下班回家了 生日快乐 猪爸爸 谢谢你们大家 哇哦 上面有好多蜡烛啊 那是因为你很老很老了 爸爸 你必须一口气把这些蜡烛全都吹灭 我会尽力都吹灭的 太棒了 这个是给你的生日礼物 谢谢你 新靴子 这太棒了 让我来试试 佩奇 乔治 还有猪妈妈穿着自己的靴子 猪爸爸穿上了她的生日靴子 猪爸爸找到了一个小泥坑 我来试试我的靴子怎么样 对猪爸爸来说 这个泥坑有点太小了 我需要的应该是一个大泥坑 那我们来这边试试吧 猪爸爸 哇哦 这是什么呀 是给你准备的额外生日惊喜 佩奇和乔治要干啥 这是一个大泥坑哦 真是太棒了 嘿嘿嘿 我的生日靴子真的是太棒了 你们想要和我一起吗 在这生日泥坑里一起跳 猪爸爸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大家都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